大家好 新台湾的星光大道 我们刚刚接到一则不幸的新闻 说在台南市的沿水区 有一名巴巡的老妇人 她昨天出去散步 很不幸的 她被一部车子撞飞了 当场就是过世 不幸死亡 还卡在树那边 那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 今天大家去运动的时候才看到 我们现在连线到我们台南的记者 佩鲁那边 请她帮我们介绍一下 看看这个新闻怎么发生的 到底还有什么责任要追究 来 佩鲁 好 主播这名理性老妇人呢 在昨天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 被一辆照射自小 客车当面追撞 妇人整个人是当场就被撞飞 还卡在路边的路数上 整整在路边挂了一夜 才被路过早起运动的民众发现 我们来听听警方的说法 82岁的老妇人 在沿水地区散步 遭到一部车辆撞击 这个老妇人身高只有130几公分 那照撞击之后呢 他就 这个 倒在 路旁的行道树的 木架上来 警方是表示娇小的夫人 被轿车撞击之后 整个人是卡在了路数上 而路边的监视器 也清楚拍下 夫人被撞击的过程 自小客车撞上夫人之后 是当场造势逃逸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了 一名70多岁的 科姓老翁 设有重贤 目前警方还在深入追查当中 以上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请佩子再继续帮我们注意 这个事件整个后续的发展 另外我们刚刚提到了 在台中这个大火 跟南部大树之后 未来事件交易所 蔡英文的民调 所都已经超越了马英九了 更重要的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现象 包括特别是苏仁章蔡英文 他们已经起跑了 今天把天宁找来 蔡英文现在不只是到校园里面去 他喊出一个口号非常的特别 他不只是说 李秀琳你自己要讲话 你自己去讲了 所以让你自己要跑 你去跑 我进校园去 他喊出一个什么 世代交替 那怎么样 把以前的四大天王 都摆到后面去了吗 其实我想他倒不是这样 应该不礼貌的意思 而是应该说 这是民进党发展 必要建立的过程 也是台湾民主 必要建立的过程 你想想看 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 英国美国 他们的首相总统 都是四十几岁 正当下 现在正在做总统 在做这个首相 那可是在台湾呢 以民进党 我们先不要讲国民党好了 以民进党来讲 我们自从1992年那一次 国会全面改选 全部选进去的 何尝不是四十岁世代的 就是四十岁丁的这些人 你看说当时的这个 这个谢唐廷也好 当时的你现在数得出来的 这些台面上的大佬 所有的中佬小佬 东东都是1992年那个时代 可是毕竟经过这二十几年以后 我们也逐渐 那个流动有变低了 上一次我们惨败之后 这一次 刚才蔡英文讲到一个四十岁世代 我们在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 我们现在有可能要来参选的人选里面的大部分 其实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年纪的 可是这样的年纪 你想想看 说我年轻我也38岁了 我38岁在我们大高雄的 所有的蓝绿候选人里面是最年轻的 那这对高雄来讲是一个福气嘛 所以我认为这世代交替是有意义 而且对于民进党上次我们民调里面 我们惨败的就是年轻人 妇女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 相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在高雄地方版的一个报纸 联合报的报导 他这边讲说国民党立委补选大败 青壮世代优 年底选举靠自己 这是他访问哪三个人 他访问江陵军凤山的 他访问三民区的黄柏林议员 前镇小港的林国正议员 他们三位都是形象牌 他们三个都是年纪青壮世代 但是他们都比我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要提到 他们提的我帮大家整理这个点 叫做 末梢神经麻痹 加上南部人没感觉到生活变好 所以等于年底选举靠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对国民党也提出一个呼吁 他虽然是我们竞争的政党 可是我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要搞一些网络 搞一些年纪的培训 不如先找黄柏林 林国正江陵军 请他们去告诉我们说 他们在南部的发展 受到什么困境 他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需要 我提一个点就好了 江陵军是现任的立委 我以黄柏林跟林国正为例 他们一个在三民东 一个在前镇小港 都是有潜力可以选立委 可是国民党对他们有没有栽培的可能性 林国正上次只输给郭文成几千票 前镇小港是我们超级超级优势选区 比这一次林戴华那区还绿 郭文成只赢几千票 这四年里面 国民党有没有对林国正议员 有怎么样的栽培 有怎么样的训练 有怎么样的让他在党中央里面做曝光 我可以说几乎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的赛跑从年轻人开始 可是我认为我们支持蔡英文 势在交替的说法 来来 问一下大千 现在不是只有蔡英文急着到校园里面去 看起来他民调高可能进校园 还有新的世代这个交替 是有一定的原因 国民党也是 现在有两个大事 马英九开始到校园里面去 他年底这个月的月底 他跟王力宏还要马王沛对不对 马英九跟王力宏他们还要对谈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所以你们的党中央开始在整合你们的网路 包括青年金跟学校你们开始在整合 其实刚才天灵讲的 我想不只是民进党的新生 我想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内的年轻人的想法 几乎都是共同的 民进党当时是怎么拿到政权的 民进党当时是整合了一批 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 把政权拿下来的 那这些学运世代的人在各个角落 用了他们各式各样的努力 把民进党推上了巅峰 但是只可惜说 民进党在执政的这八年里头 折损掉了这一批人 所以年轻人的力量大不大 当然大 那么但是重点是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 对年轻人重视程度都降低了 他们认为年轻人是什么 他们认为年轻人就是网路 就是网军 就是办青年军 就是办一些活动 办一些什么表演 这就是叫做年轻人了 错了 其实你要吸引年轻人支持这个政党 支持这个政治团体 你必须拿出诉求来 这个诉求是什么 这个诉求绝对不是 马英九跟王力宏对谈 然后你就可以在年轻人得到选票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你要怎么样重新燃起年轻人的热情 包含你要怎么样有计划的 在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去栽培年轻人 我认为这都是两大政党 现在当务之急 民进党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国民党当然也很急 我们希望我们国民党主旗式的人 能够了解 所谓重视年轻人 是必须拿出诉求的 坦白讲蔡英文的诉求 有没有号召力 当然有号召力 当时我在台大参与学运的这些 我的学长或者我的同学们 为什么要站在民进党这边 他们认为站在民进党这边 是最快的可以实践他们的理想 最快出头的道路 我的老师跟我说 他那个时候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他都在国民党内 还算是青年才俊了 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是青年才俊 还在等着被栽培 可是民进党却可以很快的 让二十几岁 让三十岁年轻人出头 所以当今天民进党 借着蔡英文重新走进校园 重新提出世代交替 这个诉求的时候 国民党要引以为戒 这个诉求是很有号召力的 那么国民党在校园内 要重新争取大家认同的时候 国民党就要思考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这个策略不是找一些年轻的辣妹 组一些青年军 不是表演一些活动 不是办一些演唱会 或者是组个网军 这就叫年轻人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认为其实 听您讲的 对国民党 对民进党 其实如果主席事人 能够看清楚这个方向的话 才能够真正争取到年轻人支持 东华不是只有看昨天 那个什么蔡英文 书文商他们什么闭门的会议 喊团结 可是每个人都已经开始跑了 起跑对不对 蔡英文就是很清楚两个 一个进学校去 到什么私信大学演讲 第一个喊出一个很重要 世代交替嘛 那马英九在做什么 马英九说我刚刚讲 那补破王要赶快补 那个大伙的补破王要赶快补之外 他这里面在做什么 他也是到校园里面去演讲 另外马英九跟国民党做什么 他们开始把国民党的 这个立委的网路平台 资讯网把它整个训练起来 包括他们的助理啊 什么那些人啊 都要开始他去做训练了 这一方面是年轻选票 因为是网军这一块 要赶快去补破 其实国民党对网军最快 我一直觉得他不是很认真 现在他在做 有点临时抱佛脚的味道 因为像民进党 民进党中央党部门的 网路部门是存在已经很久了 他是长期在网路上 跟年轻人互动的 那像蔡英文进到学校 也是非常久了 从08年他去当主席以后 他其实一路都在跑学校 那他每一次谈 在学校里面谈的话题 大概不出几个范围 就业 失业 机会 那这几个 这几个就在打马政府的灶门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不好 然后起薪不好 那这个对马英九政府来讲 你要拿年轻人选票 到底要靠什么 因为你是执政者 你跟在野党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光靠人家的网路部 你也是的网路部 是你的那个工作机会 如果今天的执政的成绩 大概是这样子说 每一个三十岁的人 你都有两个工作机会 就是说你随时都有 两个工作机会可以选择 每一个工作机会起薪 都在三万以上 你那个年轻的选票 也许味道又不一样了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时候去走 学校当然要早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 你那个成绩单能不能漂亮 对我接着东豪的话讲 其实东豪的话讲得非常有道理 国民党是执政者 民进党是在野者 在野者他只能够开支票 他只能够去拿出一个愿景 可是国民党是执政者 他可以很快的用我们的施政 拿出成绩来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希望呼吁 我们的这些执政权力核心的人 他必须认清楚 我们要重新争取民众对我们的认同 跟支持的关键在于什么 在于政绩 在于你必须重新凝聚 南京选民的热情 让重新回去想一想 当时大家是为什么要支持我们 让我们拿到政权 而我们在这段时间做得够不够好 有哪一些事情是做得不够好的 你现在是有权利的 你可以借着你的行动化为选票 而民进党该做的是 他是个在野者 所以他只能借着批评 借着校园的演讲 来争取大家的认同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不记得要随着民进党起舞 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忘记了你手中 立刻可以做的事情 立刻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工作 而去做一些 在野党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真的就舍本尊 好 我们看到两边四张蓝绿 总统大选都已经起跑 刚才发挂了最新的这个民调 另外今天记者追着马英九是在问什么 这个大火的事情到底影响得多 九条人命 那第一个 马英九啦 行政院啦 内政部能够做什么事情啦 甚至监察院开始要调查了 胡志强怎么引领 我们随时关注 我帮我来